来我们今天先谈谈到我们的国际局势 国际局势里面现在的美国面临的疫情之外 还有选举之外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各位不知道知不知道 美国加州现在面临了一个野火 老师在前几个月有谈过美国即将迎来野火剂 而这个野火剂跟过去不一样 就是Wi-Fi 这个野火剂是加州大面积的燃烧 你可能随便的几个小时之内 你可能产生了至少几十处甚至上百处的火场 让当地的消防队员是疲于奔命 虽然加州每一年都有野火 但是今年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今年是100年来最大的一个野火 百年来最大的规模 它的范围是多少 老师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 它的范围是10个纽约的大小 纽约市不是纽约州纽约市的大小 10个 那么美国面临了这么大的气候变化 但是他们伟大的总统特朗普 也就是台湾称的川普 他在过去已经退出了 巴黎气候的学义 而且放松了 针对排放有毒气体的标准 一系列的政策 都与科学与环保是背道而驰的 经济跟生存 他在选哪一个呢 很简单 他选的是经济 为什么 他是一个商人 那他的出发点有没有错 老师很多人认为 老师是不是在反特朗普 不是 老师认为他是一个人君 他是一直存的好心 他希望美国再次伟大 老师非常相信 从他的格局里面 老师非常相信 他是发自内心的要美国好 但是存好心做坏事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情 我们不能说他是个坏人 因为他真真切切的 把所有精力放在他想治理好美国这件事上 只是他的能力不是很足够 从客观来讲 他并不是很足够 还有包含了这是什么 包含了这次的所有的一些疫情的政策 跟科学部分的专业知识 他们都是完全是不采纳的 他采纳了什么 采纳是对他们觉得百姓可以受到最少惊扰 而且能够保持经济最好的办法而去施行 但是病毒他没有美国精神 病毒他不会因为你的想法而做改变 病毒只会因为你的环境适不适合他 你的生存环境适不适合他 他会继续的扩展 所以说选举跟防疫 对于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来说 并不是一个困难的选择 而现在加州遇到这个大火 他并不是一个偶发事件 为什么呢 其实因为现在全球暖化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不可能正在亚洲 或者是在其他国家 我们被我们的社会环境跟媒体包围的好好的 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会有多严重 其实按照现在发展下去 在西元的2100年 到2100年 那海平面至少 老师讲的是至少 会上升40公分 至少各位记得 这是至少上升40公分 因为为什么 现在每天有大量的冰盖 每天都是很快速的去融化 气候烂民将会是我们的子子孙孙 都会承接到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到海平面上升的时候 你的陆地的面积就变小了 很多岛屿型的国家 可能就遭逢了一个灭底之灾 比如说什么 马尔蒂夫 他可能就消失在整个地平线上面 所以说不可能吗 其实这世界上 他没有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比如说什么 我们之前题目讲过的亚特兰提斯 亚特兰提斯很多人认为 他是沉到海里去的 那么事实上 有没有文明沉到海里去了 是有比如说我们台湾海峡的北端 还有在日本海的南端 就有一些地下的遗迹 他是有完整的建筑物 而且是非常庞大的宫殿 还有他们的整个社会群都可以看到 那这些城市为什么在海底 那么你能跟这些气候暖化没有关系吗 当气候暖化到一个极致之后 当然它又会冷却 但是我们能够撑到那个时候吗 当然老师这个年纪 已经大概是撑不到的 所以是说我们的子孙将会变成一个气候难民 未来真的拥有实力的 已经不会再是你军事连力有多强 或者是你的经济有多强 而是哪一个国家能够拥有最多的土地 土地你知道吗 那个泥土地 那个就是你可能生存的最大要件了 好吗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在第二个部分 我们看到了这段时间来 中国对澳洲他们的 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 中国对澳洲动作频频 他现在尤其是针对澳洲进口的部分货品 尤其是大卖进行了一个高关税的课征 什么是高关税 高到你无法想象 说真的 因为这个东西这个举措 我们听到别人课征关税 可能我们不是很明白 课征关税有什么了不起的 他课征中国对澳洲的大卖 课征关税高达了73.6% 也就是说 这个东西原本卖你100块 现在你必须再多缴73.6的税金 代表你今天 这个成本就变成100块 叠加成173.6元 这是一个非常高幅度的关税 然后他再加上还没有完 他还是必须加上一个反补贴税 代表是说 中国认为你这些大卖厂商 你是有受过澳洲政府的支持 所以说这样对大家竞争不公平 所以说我再给你加税 加了多少 6.9% 说合计几乎就已经是80%的关税 你要买100块的东西 现在你要用成本 就变成180块去进口一样的东西 这对澳洲来说 你大卖几乎是不用卖的 为什么 因为你垫高的成本实在太多了 那么这件事情 其实跟美国对中国是不是一样 其实在于这一系列来讲 中国对澳洲做的事情 澳洲绝对很不满 但是同样的事情 也是一样是美国对中国做的事情 不是也是一样吗 为什么 因为中国是澳洲的最大出口国之一 所以是说 他应该老是过去的案例 过去的数量显示 他大概占了30%的澳洲出口 现在又包含了 包含了澳洲的牛肉 四大肉商 也被中国政府 还用最严格的检疫标准 来限制它的进口 当然 中国只有从那四大肉商 来进口牛肉 也不止 那这些订单可能会分配到 其他的 其他的一些肉商去 但其他肉商 你的生产的 量就没有那四大肉商来得高 所以是说 这分担效应状况来讲 其实 也是给他们原本的既得利益者 一个当头棒喝 所以说这些事情是 你只能说澳洲也只能吞下去 为什么 因为他不得不做选择 靠美国那边 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国力上与外交上的差距 我们中华民国政府 他只能接受美国有毒的 不是 不要说有毒的 是说有残留的瘦肉精 进口到我们的国家 然后那些瘦肉精 对人的健康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它会影响你的脑 影响你的神经 影响你身体的任何一个器官 都有可能受到它的影响 但是我们只能接受进口 难道我们政府官员 不知道他有问题吗 不知道这个猪肉有问题吗 知道 过去他们也是反这些猪肉进口 他可以跟你讲食过境界 所以说你必须要接受 为什么 因为形势比人强 形势比人强 美国跟你讲 就是直接跟你讲一句话 你要我继续理你 很简单 你就进口我的猪肉 那你百姓吃也有没有问题 那是你家的事情 对不对 但是同样的事情 万恶的共产党 他们却可以有底气去拒绝任何 不符合他们标准的食品进口 所以是说 很多人在嘲笑是说 中国的所谓地沟油 毒奶粉的时候 其实我们吃的东西 就是会损击我们健康的食品 而且我们还不能够吭声 为什么 因为这是民主国家 我们不能有任何的反对意见 你知道吗 包含了刚才食品之外 我们和澳洲跟中国 他们现在互相驱离的记者 也包含了囚禁了华裔的澳洲女性 这个该是女主播 在中国里面 当然是为什么 其实这个是不知道 很多人这是违反 违反这个什么人权自由 那请问一下 那孟晚舟事情也不是一样吗 所以说很多事情 当我们心中有了偏见 我就觉得中国是万恶的中国 万恶的共产党 当然 他们做很多事情 并不是我们所乐见的 或是他们做的事情 并不是很公道的 但是在其他地方来讲 难道这个只有中国是特例吗 但是是意识心态 决定了我们的想法 很多的从中国 就到了海外的一些华人 他们移民 为什么叫华人 因为他们不是中国人 因为他们移民到澳洲 移民到加拿大 移民到任何地方 但是他们会开视频 开始骂中国 为什么 因为这有钱赚 在海外生活不容易 那你骂一骂就有钱赚 当然也是好事 但是 这就是意识形态 当你意识在意识形态 一起来的时候 很多事情你看不到 看不到事情的重力 所以说 其实 现在 澳洲 他之所以也要跟中国来叫板 最大的原因是因为 各位应该知道 澳洲其实是一个白人优越主义 白人至上 为什么 他们过去采写的也是白澳政策 虽然已经结束很久了 但是白澳政策 白人是永远是至上的种族 这个对于他们很多百姓 我老师不能说每一个百姓都这样 澳洲还是有傻白甜的 很好的 非常nice的人 老师也有澳洲的朋友 他是当地的澳洲人 土生土长的澳洲人 但是他是白人 他非常nice 人也非常好 他中文讲的也可lure了 但是 大很多 很多 很多数的当地的澳洲人 并不是这么想 很多你见过外国世界的人 他就没有那样的民粹思想 但是也有很多人终身抱持这个民粹思想 白人就是应该最强大的事情 所以说 这样子白人至上的精神 他容易会去在国际社会上 他去站在美国这边 站在加拿大这边 站在英国这边 为什么 那大家都是白人 澳洲还是英女皇的领土 你知道吗 澳洲是英女皇的领土 但是他没有实际支配权 就精神上 澳洲是属于英女皇的 这个让澳洲站在白人这边 那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澳洲的总人口 澳洲是一个非常大 非常美丽的土地 非常棒的地方 但是他人口就2500万 根据现在所能够调查的资料 在2016年是2499万 那么 他也就到现在差不多 我们估计他可能2500万 但是他也仅值 比台湾多出那么一点点 这里面 这些的所有人口里面 还包含了许多的移民 移民最多当然就是亚洲 亚洲移到澳洲的移民数非常多 而且从亚洲里面 大多数又是中国的移民 所以说澳洲土地这么广大 但是整体国力 他不可能发展太强大原因 就是因为无论你这个国家 你要发展经济 或是发展科技 或是发展任何一切 没有人 你就没有强大的理由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 人口的多寡 可以说是一个国家强大的原因之一 他不是绝对他是之一 但是他也同时是一个国家衰败的因素 其中取决在哪里 取决在人口的数值 例如说什么 老师讲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例如中国他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他自立的提高的是市值率 经济是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市值率 在中国他们是很重视的 你要上学尽量让你上学 当然有没有偏乡就学困难的 一些留守儿童 还是有 中国大到你太大了 你真的是没法每个都管道 但是尽力的做好市值率 所以说让他们中国在他们的文化大革命之后 他们的国民文化会慢慢的拉起来 很多老先老太太还活在文革那个时代 他们的脾气跟他们的观念还是很硬 那么他再慢慢拉起来之后 所以说他们现在中国他可以说是比较强大的国家 但是同样人很多的印度 人口超级多 对不对 但是市值率很低下 所以说对资本家来讲 没有文化的工人 是最好操纵的牲畜 老师必须讲这个很难听的话 因为什么 因为他你去很多人尝试去印度 或是在一些南非一些比较贫困的地方 去给他们做免费的教育 甚至你要来上学我还给你家里东西吃 但是通常这种事情 很容易被地方的武装部队 或地方利益团体所驱赶 为什么 因为你当百姓有了市值率 他们能够明辨是非之后 你就不这么容易能够操纵他了 所以说愚民化制度 对于这些国家的一些既得利益者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会有这些状况 因为政府本身的权力并不够强 当政府本身的实力强大 你才能够去控制是说 你的百姓是必须要什么 必须要有市值率 而且你不能阻挠 让他不念书 念书变成了一个国民义务 所以说各位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是一个很大的循环 像印度这么多人口 市值率又很低下 的时候 在一个教育文化低下的国家 去被进行了 强制进行了什么 西方式的民主制度 这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就会让国家跟政府 去尽力的去符合那些大部分 没有知识的人口 他们的期望 而他们的期望 是完完全全是基于国家利益 还是社会利益 不 针对那些人来讲 他们希望是照顾他们的利益 所以说选举支票 或者是一些很奇怪的一些想法 比如说印度他们最常放送的 这些英雄主义节目什么 他们的敌人就是中国人 中国人的敌人是谁 日本人 就是说日本有手撕鬼子 拿着大刀砍日本鬼子 那一样在印度也有手撕中国人 对不对 也有他们一只手打骗人 一个印度人就可以打骗中国一个撕 对 他完全强大的 所以说他必须去迎合这些想法 不断做这些事情 而必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就发生了中印冲突 为什么 百姓认为中国是万恶的 所以说侵略他们 他们是被侵略着 他们超可怜 但是他们很强大 他们就是因为强大 所以说不想跟中国计较 而中国实在太放肆了 决定去教训教训一下他 但事实上这样 我们等一下会提到 但是重点是 这样子的没有知识的 或是教育文化 低下的一个大部分群体 选出来的人 会是人 会是从政的精英吗 对 我们要不要想这件事情 当一群文化不够的人 文化不够就是文化不够 我们不应该有歧视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美化 不要歧视是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每一个人 他的专业是不一样的 那么你今天没有文化的人 你从没有文化的人 这一群中 要去支持一个人出来 来领导他们 那么他选出来的人会是什么 是不是很简单一件事情 狼选出来是狼王 虎选出来是虎王 狮子选出来是狮王 那么人 那这些愚民选出来的王 是什么样的王 所以说 当民智越未开 民主制度反而不是一个 不是社会进步的催化剂 而反而是一个国家衰败最农业权利 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人都想当王 而大家没有理性的时候 那我们就不断的战争 不断的战争 说是我们用民主制度选出来的王 到最后你投票旁边都是拿一捕机枪 你就选择我当王就对了 这不是一样的意思吗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而就算选出来的人 他是一个政界的精英 政府的精英 但是他的施政 能不能做出有为的施政 为什么 因为不行 你要符合他们的期望 老师举个例子来说 台湾以前在我们的转进台湾岛的时候 我们国民政府转进台湾的时候 我们没有撤退 我们是转进向后向前进 对不对 建立我们的复兴祭地台湾的时候 当时要建立的高速公路 也就是所谓的国道一号 我们国道一号 还有我们的国道二号 我们要建高速公路的时候 完完全全是被民众所大力反队的 只有少数人支持 但是我们蒋经国总统还是盖的 而现在请问各位 如果台湾当时没有盖了十大建设 就其他我们不讲 不要说石化产业这种东西 我就说你没有就一高跟二高 请问台湾的所有物资流通 将会陷入什么样的困境 台湾的那些山洞 如果没有老农民去炸山洞 死伤实在是很惨重 那么我们现在不要说什么 老师只要从台北回到新店 就得翻过四座山 四座山 没有我跟你就要被山洞翻过四座山 一条河 一条河也算小河 是不多了 那个新店锡 翻过一座的锡跟四座山 我才能够回到我现在住的地方 四座山 没有开点玩笑 但是因为我们做了这些事情 民众在反对 那当时的政府是有利的政府 所以说他炸开了四座山 所以我们回来的时候 会有一些隧道直接穿过去 这个就是政府你要强 首先 你要确定你的政治制度是不是符合你 而西方的政治制度 无论输出到哪个国家 哪一个国家就陷入混乱 不是吗 不是这样子吗 各位你有看 哪一个在亚洲国家 或是在第三世界 被输入了这些西方的民主文化之后 哪一个不是发生了战乱 跟各种问题产生的 不是说民主制度不好 每种制度 每个制度它好的地方 只是人民 你跟不跟得上这个民主制度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说台湾像新加坡 这种地载人酬的地方 政府就很大造期 就很大力的 包含新加坡也是一样 它有很大的政治力 去强化你的教育 所以说我们过去台湾前沿角目 新加坡现在非常强大 人口不多 但是我们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一定的一个产业基础 但是我们现在中华民国政府 却要进行的反其道而行 进入我们弱化我们的国民通事教育 弱化我们国民通事教育也就算了 但是它也没有强化的技职教育 比如说瑞士 对瑞士而言 你上不上大学 不一定是重要的事情 但是你不上大学 请你很早的告诉我 你要走职业学校 所以说像一些瑞士 一些饭店管理 或是一些专门的技术学校 他们是非常大胜其道的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瑞士它的国家虽然低调 但是它的工艺产品 是非常精良的东西 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好吧 所以说如果我们放纵我们政府 还是继续入化我们的教育 但是只为了他们的一些统治上的方便 我们这一代 老师像老师这个已经垂垂牢牢的人 没有问题 为什么 我们最多老无所养 但是如果你不注意你自己子女的教育 那么下一代跟下下一代 我们将会很成功的 跟我们其他亚洲的伙伴 并甲崎区 包含了什么 印尼 泰国 菲律宾 我们将会成为非常好用的 非常勤劳的劳力输出国 好吗